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冬 阿冬啊 喂 阿冬 你放了我又對著電腦發露燈 在想什麼 沒有啊 我在這裡利用電腦 來探究不同類型的四邊形 看看這四邊形有什麼性質 為什麼這麼緊要知道這四邊形有什麼性質 你知道嗎 有一個公開設計比賽 要幫香港設計一個理想的度假村 來吸引遊客 我想參加學生了比賽 對呀 我也知道我有件這樣的事 我想特別一點 你用不同類型的四邊形來設計這個度假村 四邊形? 你不是想用任意四邊形嗎? 只是任意四邊形是不夠特別的 一個任意四邊形 每條邊與邊之間 每個內角的大小都沒有一定的特徵 對了 如果一個四邊形 它的邊或者內角有一定的特徵 那這個可能是梯形 平衡四邊形 長方形 正方形 靈形 或者是妖形 那設計圖就會豐富一點 你看我的幅畫 我小時候畫的 我最喜歡畫屋 用各種各類四邊形來設計一間屋 嗯 咦? 在幅畫裡面 屋外面有一間小屋 那個側面外形 是一個梯形來的 哦 梯形呢 就是一個四邊形 有一組對邊互相平衡 這個四邊形 A B C D A B 平衡 D C A B C D 就是一個梯形 咦? 這兩條是平衡線 那這兩條邊不是一對平衡線的折線嗎? 這四個就是 我知道了 利用一對平衡線 同質內角互補的幾何原理 我們就知道 角A和角D的和 等於180度 角B和角C的和 亦都是等於180度 這個呢 就是梯形的性質 在幅畫裡面 屋頂的平面 是平衡四邊形來的 是? 如果一個四邊形的兩組對邊 分別互相平衡 這個就是平衡四邊形 對了 大家看不看到 平衡四邊形 是可以分割成兩個 全等三角形呢? 沒錯了 利用一對平衡線上 內錯角雙等的原理 就證明到 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這兩個三角形都是全等 由於全等三角形對應邊雙等 對應角雙等 所以平衡四邊形的性質是 對邊雙等 即是 AB等於DC AD等於BC 對角雙等 即是角A等於角C 角B等於角D 平衡四邊形的兩條輪邊的長度 是沒有一定的關係的 還有啊 我們都可以用 證明全等三角形的方法 證明到三角形ODC 和三角形OBA 是全等 由於全等三角形對應邊雙等 所以 OA等於OC OB等於OD 即是說 平衡四邊形的另一個性質是 對角線互相評分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平衡四邊形的性質 去解決一些幾個問題 例如這個平衡四邊形 ABCD 以之 角DAC等於2A加10度 角CAB等於50度 角DCB等於140度 還有 AD等於5X-6cm BC等於9cm OA等於2X加Ycm OC等於3X加2cm 大家嘗試找出A、X和Y的值吧 答案是 A等於40度 X等於3 Y等於5 尼華的屋和四周圍的圖案 很多時都看到長方形 阿東 阿東 不如你嘗試說出長方形的定義 然後再探究長方形的性質 好嗎 這個是繪圖用的放大鐂 我知道長方形是平衡四邊形的一種 在平衡四边形道 如果其中一个内角等于90度 那这个就是长方形了 根据平衡四边形内对角相等的特性 即是说长方形四个内角都是直角 嗯 我就知道长方形有齐平衡四边形的性质 是啊 除此之外 长方形的性质还有对角线相等 这两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利用边角边的证明方法 就可以证明直角三角形ADC 同直角三角形BCD全等 这样就得到AC等于BD 又由于平衡四边形对角线互相评分的特性 所以长方形的对角线是互相评分成四条相等线段 屋外面尼巴的形状是灵营来的哦 是啊 我是参考了公园里面围着花圃的尼巴来画的 那些尼巴的形状大部分都是灵营 灵营又是另一种特殊平衡四边形 它有两条轮边相等 由于平衡四边形对边相等的关系 那即是说四边相等的平衡四边形就是灵营 长方形四只内角都是直角 但轮边就未必相等 而灵营四条轮边相等 但是四只内角就未必是直角 除此之外 灵营还有其他的特性 灵营的对角线评分每一个内角 在这个灵营 我们利用边边边的证明方法 就可以证明三角形CED全等于三角形CEB 这样就得到角DCE等于角BCE 如此类推就可以知道每个内角都是给对角线评分 还有啊 灵营的两条对角线是互相随直的 看回刚才两个全等三角形 角CED等于角CEB 角CED和角CEB都是等于平角的一半 即是九十度 所以CA和DB互相随直 大家又想想这条棋核问题吧 BCDE是一个灵营 以知角DC等于四十度 灵营的外角角ABE等于多少度呢 是不是可以用三角形外角和内对角的关系呢 灵营的形状除了有长方形 还有正方形 正方形亦是一个特殊平行四边形 有一对轮边相等 且且有一个内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 就是正方形 由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性 所以正方形四条边相等 四个内角都是直角 嗯 其实正方形 长方形和灵营之间 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的 正方形不但只符合长方形内角是直角 还符合灵营轮边是相等的要求 即是说正方形就好像是长方形和灵营的结合体 那么正方形亦都应该有齐长方形和灵营的特性 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长度相等 互相垂直 评分成四条相等线段 由于对角线评分每一个内角 所以对角线和轮边之间的夹角是45度 好耶哦 这么快就想通了几个图形之间的关系和特性 真厉害呀 大家又看看这条几何问题吧 ABCD是一个正方形 以之三角形 AQD是等边三角形 那角QBA的角度会是几多呢 给点提示大家 等边三角形的一个内角是几多度呢 三角形ABQ是否等腰三角形呢 等腰三角形的底角有什么特性呢 不要忘记ABCD是正方形 因为三角形AQD是等边三角形 所以角DAQ等于六十度 ABCD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角DAB等于九十度 因此角QAB等于九十度减六十度 等于三十度 而且正方形 而且正方形编长AB等于AD 所以AB等于AQ 即是三角形AB是等腰三角形 根据三角形内角和 以及等腰三角形底角的性质 所以角AB等于180度减三十度 再随以二 即是七十五度 阿东啊 我留意到你幅画里面 画了一只纸妖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时候 喜欢放纸妖 但我家以前附近是机场 不准放纸妖 所以我就将自己小时候的心愿 画一幅画 纸妖的形状就是一个妖形 妖形是一个四边形 但是就不属于平衡四边形 一个四边形ABCD 如果有两组双等的轮边 即是BA等于BC DA等于DC 那么ABCD就是一个妖形了 妖形的特性是 它的一条对角线是对清了 利用边边边的证明方法 就很容易证明到三角形ABD 全等于三角形CDE 所以妖形的另一条对角线 和刚才那条对角线互相垂直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了一个四边形是水边那种特殊的形状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有什么性质 那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来用这些性质 去作为条件来判定一个四边形是水边那种特殊的四边形 这个问题问得真的好了 我们试试用平衡四边形来研究吧 假如有一个四边形WXYZ 只是知道它的两组对边双等 即是WX等于ZY 和WZ等于XY 那么这个四边形会不会是平衡四边形呢 利用边边边的证明方法 就可以证明三角形WYZ 和三角形YWX是全等 这样就得到角WYZ等于角YWX 角ZWY等于角XYW 即是内错角双等 所以WX平衡ZY WZ平衡ZY 根据平衡四边形的定义 我们可以判定WXYZ是平衡四边形 对啊 让我试试用四边形的其他性质 去作为条件 证明一个四边形是属于哪种特殊的四边形 不如大家都一起试试 好啊 了解多了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四边形 和它们的性质 那我就有更多心思来设计出我心目中的理想度假村草图了 《古论杨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